宏信駕駛和張信計程車司機 因為差點碰撞吵架 兩個人越吵越兇 現在看當時警醒 不讓其離開 警察司機一開始沿著中華路一段行駛 經過醫院門口要載客 和執行的鴻信駕駛發生衝突 兩個人沿著中華路一段的車道上 一路互相對峙 到鐵硬等紅綠燈的時候 雙方再次發生衝突 鴻信男子情緒激動 還從車上拿出兩支球棒 說要和警察司機單挑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 因為計程車司機心聲恐懼提告 依照恐嚇罪嫌移送鴻信駕駛